歡迎各位師朋友 繼續回來我們的通識小學堂 在這一節裡 Anthony老師說教各位師朋友 我跳踢踢舞的基本功, 嘉世姨姐 可以嗎? 我試一下吧 盡力吧 好, 麻煩老師先示範基本功的步法 好, 我們開始了 首先把腳勾起 然後放腳跟進去 然後到腳上, 把重心轉移 左腳一樣 然後再左腳踏一步 然後拍兩下手 好, 還有手嗎? 沒錯, 很空襲 不是可以嗎? 好, 次數一就示範了 各位師朋友, 一起學習老婆 好, 起起就好了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 糟了 我已經忘記了這次 好, 再來一次… 各位師朋友, 再來一次 準備好了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 好, 捉到了 好, 級1, 有問邱介輝 這個只是第一招 對, 沒錯 我不知道第二招是否可以 好, 接下來是級2 對 老師上前後再示範 好, 級2是用腳掌 然後用腳掌 對, 一拆前、一拆後 然後扔 對, 左腳一樣 對 然後有一個轉動 對, 先到這裡 好 好, 盡量吧 好 五、六、七、八 走 幸好還沒輸出 好… 最後一個 我不知道是否永遠 都是四、八、六 最後是這樣的 就是一招一招 然後重心在後面 再在前面 就是這樣 一個錯過 好, 各位小朋友 加油, 一起再試一次 好, 五、六、七 好, 最後一招 看起來很簡單 嘉姐, 我們兩個再試一次 好, 你… 你… 我升級, 你升級2 不要…你全都做了 不要… 不, 你現在穿鞋比較適合 我升級1 1, 2, 3, 4 8 對不起 1, 2, 3, 4 第二招 是 好, 第2招 糟了 第2招, 快點 1, 2, 3 好 哈, 哈, 虎, 哈 太好了 好… 各位師傅, 我們一起學術 Level 1加Level 2 慢慢來 好, 既然難得Anter老師上來 就剛才說過 用雙腳去玩音樂 不如這樣吧 不要讓他放音樂 又讓你雙腳掃取音樂 好嗎 好 表演時間 好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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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個韓國人看起來好像雜年 好像… 你看我自己在這裡做得好 不如這樣吧,真的很瘋 Lennon老師教我們跳TikTok舞 基本功,Level1加Level2 不如這樣吧,考驗一下你 看看玩下去,你有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一起玩這個就是… 通識遊戲王 通識遊戲王… 通識遊戲王的玩法很簡單 神秘人會讀出不同的字 參加者就要運用他們的常識 將這些字拼出一個完整的意思 而誰能夠最快答中的話 就能夠成為得勝者 他們不僅擁有通識遊戲王的美語 而且更得到神秘人所送出的獎品 所以大家要加油 好,遊戲規則是Anthony老師看過了 應該知道怎麼玩吧 我想問你除了這個跳舞之外 學科上有什麼呢 搶蛋 搶蛋嗎? 但你答對嗎? 那就… 兼人兼職 不如這樣吧 你先跟神秘人打個支付,好嗎 是,你好 你好,Anthony哥哥 還有洛伯哥哥和嘉昇姐姐 神秘人,你好 剛才Anthony的武技 你看到嗎?很厲害嗎 非常精彩 簡直是宇宙最強 宇宙最強 不過他說他的學科最厲害的 就是搶答 我真的聽過 他搶答是好 但答得正確是另一件事 我想問神秘人 今天出的題目 會否關於這個舞蹈題 或者這個… 音樂題 音樂題 本來也想 但我覺得對於Enthony哥哥來說 太簡單 那就對 對,那出什麼題目 不如出英文題 對,我告訴你 英文厲害嗎? 一般般 你不會出的問題 答案就是跳舞吧? 不會 好,麻煩神秘人 可以開始今天的英文題了 好,那大家聽清楚 E-A-K-S-M E-A-K-S-M 五個字,不要加上 S-N M E-M N 大N還是小N 小N 小N E-S-K E-A-K-S-N 好,駱哥哥試鼓 駱哥哥 Laskin N-A-S-K-E-N 是什麼 我不知道 黑勤嗎? 黑勤嗎? 很容易,神秘人會搞笑 N-A… 我想問神秘人是關於什麼的 是一個物體還是… 生物 生物? N-A… 生物?還是… 生物就是… 現在我們這隻生物 N-A-S-K-E-N,是嗎? E-A… E-A-K-A-E-K-S-N A-N-K-E-S-N 有頭髓嗎? Athony哥哥 秋天的時候,大家可能會吃它 秋天… 我知道了 是生物體是… S-N-A-K-E-N S-N-A-K-E-N 但我沒機會你 那就給你機會了 是… S-N-A-K-E S-N-A-K-E 喔,還不錯 沒錯 好,恭喜在Anthony哥哥 話說秋天也是時候吃蛇羹了 不如在我們吃蛇羹之前 先看看Sneak的資料吧 很多人看到蛇都會走不走 走呀… 不過我們也應該認識一下 什麼種動物 蛇是一種沒腳的爬蟲類動物 全身佈滿了鱗片 牠們都是以食慾為主 而有部分的蛇 更加有劇烈的毒性 如果被牠們攻擊的話 輕則受傷,重則死亡 在這麼多種蛇之中 網蛇的體積是最大的 雖然牠們並沒有毒 但牠們會將身體一圈一圈纏著別物 再令牠們窒息而至 而且牠們更能吞吞羊仔 這類比牠們更大的動物 雖然網蛇那麼可怕 不過牠們是一種受保護的動物 未經許可之下 是不可以私自捕捉和自養的 我想問Anthony哥哥 你吃了蛇羹嗎? 也吃了 不如有機會一起吃吧 蛇羹可以亂餵,知道嗎 不知道今天這份神秘禮品 會不會把蛇拿出來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 因為很冷靜,好像沒什麼動靜 不如我們請今天的嘉賓替我們揭開 是,你說出你的魔法咒語 心目中的… 好 可以說唱的 火龍果,就是火龍果 火龍果,就是火龍果 好像不是這樣叫 火龍果 火龍果 好,這份神秘禮品 就是屬於你的Anthony哥哥 究竟神秘人,為什麼今天會安排 火龍果給Anthony哥哥吃呢? 究竟有什麼營養價值呢? 因為秋天的時候比較乾燥 吃多些生果,可以支援自己 還有火龍果含有豐富的纖維素 所以可以幫助消化 要多些更好看的糊給我們看 那不要再等了 不如現在馬上吃兩口吧 看看我們的誠意,準備吃怎樣 其實是乾淨的 你不要這樣,我們很擔心 我們不會煮故嘉賓 我們會逼個道具來吃 好,那就拿點匙巾吃吧 好,我們新鮮的街市買的 本來15元2個,現在15元3個 對,如果小朋友 你們都想參與我們這個通識遊戲王 可以怎樣呢?就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是2992-9497 又或者電郵給我們 電郵號是kidsatv.com.hk 好吃嗎?Anthony哥 好吃 還有一件事重新 生果不可以只抽天才吃 一年四季都要吃 還有,吃完生果之餘 記得多做運動,好嗎? 好,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嘉賓姐姐吧? 對,下次再見 再見 今天有份參與我們 通識小學堂的小朋友 都會得到以下的禮物作為鼓勵 禮物包括由 由衍生行有限公司送出 衍生七星茶 由鹿有葉送出 鹿有葉無浴露及精品套裝 以及由Smart Kids Club送出 兒童影音光碟及圖書系列 兒童影音光碟及 並行音效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